现在我的影片已经将 素材放入轨道中 那也把标题 制作完成 接下来呢 我要将 这个转场的画面放进来 那转场的是指 画面跟画面 切换的时候有转场的效果 那有这个效果呢 就会看起来 画面呢有比较 流畅的感觉 那我们这时候呢就进入到 转场特效工房 这边有非常多的转场效果 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转场效果 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转场效果 拖一下来 到我的画面跟画面中间 加这个插去好了 加插去 那我可以后面全部都加插去 我们来看看 待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画面中间呢都插入了转场 好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插入转场呢 我的整支影片 的时间呢会变短 好 好那有时候啊 你在做这种 转场效果的时候 你不希望说 他变短 因为他这个变短 我们来点进来 点他进来看看 你会看到呢 他的预设 转场效果 是将 两个画面呢 互相交叠之后 做转场 变化 那有时候你 如果是一个 影片的 那如果你影片的 刚好切好说 我这个人讲完话之后 跳到下一个人讲话的画面 但如果你用这种交叠的方式 你会发现 哇 前面这个人跟后面这个人呢 会有一段话 被 有点像是 互相 柔和掉了 那 这样子话你会发现好像有些话没有讲完 没有很完整 这时候啊 你如果希望前后影片的画面是完整的 那你就可以用交错 这个方式呢 让你的转场画面不会觉得好像有东西不见了 那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让你的画面呢 不会有那种 交错的感觉 那你会发现呢 不同的转场效果 他能选的效的 那些设定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呢 模糊的特效 你还可以选择模糊 跟模糊的背景 那像这边呢 插去 插去呢 你不但能选择交错 还是重叠 你还可以选择方向 现在这个是向上 那我这边呢 可以选择向下 好 那这个呢 向左 向右 那如果你用从头到尾都用 这样的转场 特效呢 你其实可以透过这里面的设定 让你的效果呢 看起来 好像很像 但是又有那么一点点变化 看起来呢 好像影片也 也会比较活泼一点点 好 那我现在呢 转场效果 已经 设定完毕了 我们稍微来播一下哦 来看看这个 感觉 那我先从这个时间种 准备 要转场的时间 开始播起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接下来 有那种转场的效果 模糊 这边是模糊 那我们直接跳到这边来 这边开始是插去啰 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那我这支影片 看起来越来越活泼 那是不是 很好用呢 赶快来试试看 咯